哈喽大家好,我是华杰买阿台,每天下午打卡,华杰买跟他设厂,帮粉丝挑选机器 手装这台全新的14Pro Max的ETB是帮广东的一个粉丝拿到的 最近的市场是这么一个情况,大内存的已经缺货了 像5月2和ET的最近都涨了1到200的 手装这台紫色也是阿台让熟悉的老板娘给咱们留的 机器的话阿台也是刚刚起火,然后我们现在打开关于本机来看一下 我刚刚是已经起火了,然后我们进去关于本机来看一下 14PM,然后1TB,SIM卡一锁,有锁吗 因为现在机器都改了双卡嘛,现在很少人改单卡了 改了双卡之后,所以我们要用到一张是QPE卡贴 一张是预演商的白卡,因为这个预演商是ATT的 所以我们准备了一张ATT的白卡 解锁了之后我们直接把那个卡组去掉 这个卡头可以装两张卡 卡二嘛,我们装上这个引导卡,就是这个白卡嘛 上面直接装我们的,装我们自己用的卡 移动连通电信都可以 然后还不装卡贴,现在直接装插入手机 插入手机它会读到两张卡 嗯,看到没,读到两张 一张是我们自己用的卡,它直接就有信号 这一张就是那个白卡 虽然是能读到,但是没有信号 这个时候我们直接点继续 它会说SIM卡无效 就把它无效,我们直接去卡 去完卡之后,我们只需要把自己的卡拿下来就行 这个引导卡还是放上面 然后直接把那个卡贴装上 把这个卡贴的三角对着这个三角放进去 然后直接装我们的自己用的卡 然后这边要折过来 直接插入手机 这个有点不好插,因为毕竟它折过去了嘛 所以轻轻的捅进去 捅进去之后,我们就等着手机跳一个卡贴的程序 这个时候我们选这个ESIM 5G QPE解锁 这个运营上是ATT的,我们选ATT5G 然后点接受 点按接受的话,就等它自动撤到桌面 撤到桌面之后 因为刚刚读到两张卡嘛 所以我们自己要把主卡复卡设置一下 最后的话,我们把这个主号的按钮打开 好,就已经搞定了 这个时候已经是解好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WiFi关掉 看到没,直接出LTE了 其实应该出5G的,因为我这个地方信号不是很好 再切换一下飞行模式 OK,5G出来了 5G出来了,我们就试一下打电话 我这个地方信号不好 有5G的地方它就显示5G 现在5G 然后我们打电话试一下 打电话没有问题 打电话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上网 上网也没有问题 这样的话就算接好了 7000块我们就能搞定一台全新的14 Pro Max ETB 对比国防的价格起码省下几千块 小伙伴们觉得价格怎么样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 谢谢大家